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平良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今天呢一直都看到一个消息啊 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 呃什么消息呢就是啊 关于这个嘉南那边的消息 啊东中那边的消息 呃这个消息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看到了啊 呃原因呢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IDF啊出动战机啊发射这个啊 一些这个照明弹把这个啊 这个和他和台达啊给这个点了 那么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 同样的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政治的考量啊 这个一件事情呢我们其实要来看一看啊 那么首先一个 首次空袭也门 内塔尼亚湖 以色列长臂可触及任何地方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当年时间7月20日 IDF对野门港口城市和塔达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报复性空袭 导致和台达多处发电站和燃料库等设施受损 以色列长致和尼亚湖部门表示 截止当前空袭已造成至少三人挂掉 87人受伤 本次空袭也是本轮8月冲突以来 以色列首次对野门发动袭击 以色列总的内塔尼亚湖发表讲话称 但是空袭是对野门胡塞武装19日 袭击特拉维夫的直接回应 证明了以色列的长臂可以触及任何地方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叶海亚随后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对核大带发动了野蛮侵略 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的行为做出回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谴责以色列 便警告称 以色列危险的冒险主义 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那么这一次呢 是以色列的所谓单方面的行动 美国呢没有这个参与 美国呢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参与这些事情 现在的美帝的政府 相当于这个瘫痪状态 拜登呢这两天 又杨了 杨了呢就又躲在家里里边 那杨了躲在家里边呢 那这两天也在痛哭流涕 你说这个洛沛西啊 奥巴马呀 这个舒默 都让他们 都让他滚蛋 而且呢奥巴马呢 想把自己老婆推上来 然后呢 洛沛西呢想把自己家的大阿哥 给推上来 正在内斗呢 哪有闲工夫参与中东的事了 在说又被胡塞武装给打跑了 什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什么进入到红海了 啊 躲得远远的 他肯定是给这个以色列提供一些卫星支持了 以色列又没有发射很多自己的卫星 他基本上 GPS那就是以色列的 对吧 然后他直接就把这个弹给他打过来 啊 设了这个野门的和他和台达这个港口 呃 这个地方呢 包括雅丁 这些地方都是胡塞武装控制区 啊 首都萨纳 就是他们那个野门的那个政府 就现在就成了什么呢 就是 胡塞武装并非是野门的这个执政 就像这个黎巴嫩政主党一样的 黎巴嫩政主党 也并非是完完全全掌控这个黎巴嫩 只就像一个国中之国一样的 黎巴嫩有黎巴嫩的这个总统 这个野门呢 也有野门的这个总统 啊 那以前的野门的局势一直都很稳定啊 就是这个萨利赫在的时候还是挺稳定的啊 然后 后来这个大家知道阿拉伯之称嘛 萨利赫因为这儿那儿的啊 被干掉了啊 本来呢 他都已经辞职了 还把他给干掉 我觉得野门的局势确实挺乱 那之前我本来这一次 也想去趟野门的 但是呢 那边呢 也有哥们跟我讲 叫我别去了 他说 你野门现在是没有这个飞机可以去的 你一半性都是从阿曼 或者是从这个沙特陆路 进入这个野门的 因为他那边经常这个空袭嘛 那飞机场都关闭了 那哪个飞机敢往那边去啊 对吧 因为每天你去了以后 那导弹打过来 那你不是完蛋了 对吧 他只有 就是偶尔 有些时候他会开一些飞机 开一些航班啊 而且你搞野门这个签证啊 也挺麻烦的 他由南部签证跟北部签证啊 两回事啊 就是胡赛武装控制区域的一个签证 和他妈这个政府的这个地盘上的一个签证啊 呃 据说是你到政府军的那边控制的这个签证区 你进入胡赛武装 他不让你去的 因为他怕你是间谍 细作 而且在野门到处都是在抓这个间谍 在这个政府军控制区 他担心你这个一些外国游客 其实是胡赛武装派过来间谍 胡赛武装那边呢 是怕你是政府军 或者说是什么 美国那边派过来的这个间谍 啊 所以到那边去 你要是去玩 抓到 给你关进去 没商量 但是野门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去 但是他不是在 耶门的本土 大家都知道 这里是耶门 这个地方是索马里 雅定湾 红海 这里就是阿拉伯海 对吧 在索马里和野门 雅定湾出海口之间有一个岛屿 这个岛屿非常值得去旅游 是这个星球最接近外星球的地方 叫索斯特拉群岛 索斯特拉岛 就是你每年九月份到来年的大概三四月份吧 你得在阿布扎比 就是迪拜的 不是这个阿联酋的阿布扎比那边有 专门有旅游团 就是对面都有管家的包好 然后你就直接过去 它那个上面就是有一种树 叫什么龙 龙什么树啊 就是他妈的 就是头顶上脑门上 它有 它有那个叶子 然后下面成都那个裂开了 而且还有一种一种花 长得都很奇特 那个海水也非常干净 因为那个地方那个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旅游的地方 如果有机会就去那边玩一玩 啊 但暂时也不建议去啊 那个地方呢 周围一圈索马里海道 弄不好你 你在那个地方 在哪个里面游泳啥的 一个索马里海道冲进来 把你给绑了 所以呢 也门它也有这个非常不错的旅游资源 所以现在那个地方的情势 因为我有哥们在在在也门啊 做生意的 也是中国人 啊 那么现在在那边就是这么个局势啊 就是这么个局势啊 然后你看现在就是又到处给你仗啊 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跟你讲 就是也门目前国内这局势是怎么样 所以你这些地方 莱昂不去亲自给你走一遍 啊 什么 什么这个伊朗啊 巴基斯坦阿富汗 你都搞不清楚那边到底怎么一回事 很多事情你云零雾里的 啊 好好吧 啊 那么 那大尼亚湖干这个事呢 也很明确 一个呢 确实他首都 特拉维夫被打疼了 啊 也就是胡塞武装的导弹 越来越他妈精准 破坏力越来越大 之前他也炸过这个 他也炸过这个叫什么 呃 这个以色列 但是说呢 可能 伤害不大 污辱心不强 但他现在这个导弹直接炸到他首都 特拉维夫去了 我操 那这个事就闹大了 而且烧烧力越来越大 他肯定急啊 肯定急 那他要出动战机过来轰炸 那么 大家要知道 出动战机要轰炸 这个 有一个城市叫阿卡巴 啊 大家应该听说过吧 它是属于约旦的一个滨海城市 阿卡巴 它的边上呢 就是那个什么 以色列的一个叫什么 埃拉特的 那一个 那个港口 但是你得从那个 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里出来 就是这里是沙特 这里是约旦 这里是埃及 这里就是红海 旁边就是西奈半岛 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狭长的一个 一个小弯 名字叫啥我忘了 就是这么一个四国交际的一个地带 在这个地方 你的战机要飞出来 你必须 他要经过 要么就是约旦给他开放领空 要么就是埃及给他开放领空 要么就是沙特给他开放领空 那么好 我想请问各位 沙特他现在第一时间跳出来 他说 我我不知道 我没参与这个事 那我相信沙特也不会干这个事 因为 这个卫星 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的卫星 只要一看这个弹道点 和这个战机飞行路径 就能够知道沙特有没有参与 那个胡塞武装之前放导弹 打了击这个 以色列 这个沙特是参与的 他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这个导弹从他的上空过 不然的话 你看野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 他那个导弹 不可能从红海上空这样飞 然后再拐弯再打过去吧 他就是拿了沙特的领空这样飞过去 这是沙特目前能做到的最大的一个浪步了 他跟胡塞武装就是不打仗了 胡塞武装也不打这个沙特了 本来他都打到沙特境内去了 没事就拿导弹炸那个利亚德 把沙特都给这几个王公贵族给吓得屁股尿流 紧急启动爱国者导弹打 那个时候的那种导弹 就质量还不好 那现在他这个导弹越来越猛了 也掌握高超音速导弹技术了 也能这个廉价版制造这些导弹 那我想请问 他的这个导弹如果不走沙特 他走哪里 所以沙特在这方面 他也只能就是说真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好 那沙特真一闭一只眼 那以色列也不会想要去跟沙特为敌 因为跟沙特为敌 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 那么他现在 就只能够剩下埃及跟约旦的领空可以使用 埃及之前跟以色列军队在边境发生过交火 包括现在 以色列不停的往埃及这个地方驱赶这些难民 对吧 控制拉法口岸 对不对 那埃及压力很大 跟他谈也谈不拢 自己国内又是那个B 所以在这个边境 这个情况之下 埃及我个人感觉也不太可能给他去开放这个领空 而且埃及也加入了金专国家 政治上跟中国积极靠拢 上河又邀请他当观察阳国 所以我觉得埃及的可能性大不大 可能性也不大 那究竟是谁 想的不用想嘛 就是约旦的哈希姆王朝嘛 他那个B这个不就点进一个阿坚 保全自己不被干 保全自己哈希姆王朝 之前伊朗直接点名说 我的导弹飞过约旦上空的时候 他在拦截 所以中东最大的叛徒 最大的阿坚就是这个约旦 大家想想看 这个B或约旦这个B或 这个哈希姆国王 家里一大家门都是他妈的在英国留学的 什么东西 大家也都知道 约旦跟中国的关系 那妈的 就就就中东里面属于是最差的吧 之前就是约旦带着一帮 因为约旦还还不要这个法塔赫来 对不对 现在法塔赫应该是 这个总部是在哪里 法塔赫的总部 是在阿尔及利亚吧 还是在这个利比亚 反正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了 反正他都不要的 所以就你可想而知 这个阿坚他对阿拉伯人民 做出了多少血的事 之前叙利亚有些难民还跑到约旦去 约旦还驱赶他们 这个国家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糟糕 再一个 以色列也要测试一下 伊朗新总统的态度 你这个改革派上来了 你什么态度啊 嗯 他要测试一下 再一个 以色列他说这个长臂 他也说出了一句话 不仅是他能够打这些地区 同样的 他对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在进行长臂管辖 比如对于中国 在互联网上发的那些屌的东西 那么属于长臂管辖 对不对 所以说 他的这个狼子野心 大家看得很清楚 当然 你让他去炸吧 也没啥东西值得被你炸 你就使劲炸吧 你去炸 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中国要给胡塞武装提供这个防空导弹 啊 俄罗斯也要这个提供 给他们这个技术 他们自己去造 S300 S400 红 红旗九 这些技术都给他 他战绩过来 直接给他打下来 操他妈的 大家说是不是 啊 我们兄 我们的胡塞兄弟被炸了 我们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吗 嗯 啊 所以说美国 美国有个屁的 啊 无非一个军事上给他提供一些坐坐标 还有一个内塔尼亚户还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位置 到处点火 那这么个烂摊子就没能要了呀 那他不就是可以继续做吗 继续让他的儿子在迈阿密他妈的度假 谢谢观看